歡迎大家收看東周投資會 歡迎各位觀眾再次收看東周投資會 今天繼續有Dicky和雲特記和分析大使的走勢 以及解答觀眾的問題 最重要大家有什麼問題就可以問Dicky 先說一下市線 今天含指繼續反彈 升了97點左右 但成交也是非常弱 其實是德國的 78億左右的成交 其實你覺得下個星期 我們那個含指會不會繼續有得升呢? 真的成交金額真的疲弱一些 不過有時候也是那句 成交金額也是其次最重要的指數 最後是升上跌而已 有時候跌又說是乾跌 升又說乾升 我也不管是乾還是濕 總之呢 起碼也不要再賺下去 可能是 或者應該也相信是 普羅古民的主觀願望 我想客觀說的事實 就是過去這段時間 大家都會看到環球金融市場 其實也有很多大事情發生著 如果我要很快地 整個地球走一個圈 我想離不開就是 日前加拿大央行 突如其來就加息 加息在這25個點 真的有一點點意料之外 加拿大說加完之後 還有得加 當然了 他是加拿大來的 加元來的 加元當然有得加 那好吧 拉加得 又加得 歐洲央行那邊 又有得加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要面對著 通貨膨脹的壓力都很大 當然了 這段時間的美股 技術牛就出現了 可能今天所有朋友都會聽到 最多的這個術語就是技術牛 當然你判斷牛市和紅市 其實都有很多個指標的 亦都可以有移動線 有黃金交叉 有移動線的走向 但是最簡單的那個概念 就是說 由高位跌兩成 和低位反彈兩成 那就是說 標準譜2500指數 就已經是技術牛了 當然了 在這些時間 大家又在那裡 雞蛋裏挑骨頭 就說 他都是那八隻股票星 不是又是那些微軟 然後Alphabet 然後Meta 然後再數下去 就是NVIDIA 包括近期都挺好的 就是股價都彈了很多的Tesla 又是那些 你不要理 總之呢 其實有時候 大家應該會意識得讀 投資一個指數 就比你亂挑股 為什麼呢 因為我經常都說 指數是不死的 因為不行的 那些股票就會踢走的 他就會加一些好的進來 那就是說在裡面那些 雖點說 都不會太差的 就是 你就當是名校學生 那當然有些 就可能會被人踢走 那你要加進來 那這個概念就是說 你就很飆青 要不然你怎麼考進來呢 所以指數不死的話 那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 只要那個市場 是相對地比別人的市場 好一點的時間 那它就已經有好表現 你都不用太用腦去選 當然 你可能會說 用你的理論 買行指就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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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那我沒有說香港的股市是一個很好的學校 你明白嗎 那間是名校來的 現在我們就是一些普通的那些 怎麼知道 很現實的 現在都很現實的 所以我想說 現在這一秒鐘 還有那五天 聯儲局有意識 沒事的 這次就是不加的 單是問題 下一次才是個重點 因為這次為什麼不加 我記得我在東周投資會 在我東周投條和星島的專欄都有說到 就是因為聯儲局有八千百多億的債 要等著發出來 原因就是因為之前債務上限卡住了 它發不了 現在就要發回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想一下 供求關係大量的債券供應 接著可能會壓低的價 債價跌 接著債息就上 債息上 那就是所有東西都牽一發動全身 因為債息升 第一有個好像加息這樣的情況 第二 這個本來我自己中午直播講 但是我今天就是機械事象 說不到就現在要說回 就是第二個情況 就是當個美債的收益率上的時間 那美元相對地都會强小的 好了 相對地都會强小的時間 人民幣相對地就會弱小 那麼人民幣相對地弱小的時間 那麼我們的區內外股市 就始終都會差一點點的 但是現在又是憧憬著另一件事 看看今個星期五六日 我小時候就有一個廣告搞笑的 你可能不知道 你年輕很多 我小時候就有一個電視廣告 今個星期五六日 記住來 一間連鎖的百貨公司 我不說名字了 那麼今個星期五六日我想說什麼 看看會不會人民幣出手 真的出手的話 我就很幸運猜中 如果不是的 你當我沒有說過 就是說會不會降下準呢 還要不對稱地降 人民幣就降 跟著外幣可以反過來 加起來 如果是這樣 就是可以一方面 大家可以借多些 快點來 第二 就是令人民幣的貶值壓力 無論如何都要舒緩一點 在境內裡 所以 是時候要做這些事情 現在譬如說 個別行業也有 你說又要促進汽車了 現在又要說這些 是不是 不說這些 說什麼呢 你現在進市場又不行 出口又不行 跟著這個固定資產投資又不行 其實我都不是想 其實我都想搶好些 看上去那些東西 全部都不行 現在就要找些東西來搞 喂 車吧 現在都是時候支持一下 再加上剛才說的 那些貨幣政策幫忙 因為其他那些東西 都還沒搞得住 那還有今天的PPI也是 別人就是打擊了 我們現在擔憂的就是通縮 通縮 多論盡呢 是啊 中國現在大家擔心通縮 因為PPI跌得很厲害 CPI好像只有0.2% 別人那裡是說6-7% 害怕超級通縮 我們中國害怕通縮 所以還是看看內地 星期五六會不會金融政策出台 以往都是這樣的 星期五六日 都會有一些大的舉措出台 但是呢 看看過去那麼多次 中央出手的金融政策 相反股市是不升反跌的 會不會這次都有這樣的情況呢 應該這麼說 其實現在這一刻 有沒有機會真的可以做些事情呢 因為客觀的事實就是 到現在呢 你已經會留意到 譬如說阿爺未出手之前 其實人行也都未出手之前 其實幾大行就自己好像 不知受到什麼 哪裡來的感接 就自己在做事的 他們就怎樣呢 不斷下調存款利率 但是下調存款利率我明白 他想做什麼 他想改善息差 因為一方面貸款市場利率 就減不了了 因為一減 人民幣又會有貶值壓力 那就是動彈不得 那就是貸款息又不能減 那當然啦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難道你反過來加上去嗎 那你怎樣可以改善的息差呢 那唯有就是 唯有就是可能減存款利率 但是用一個 就是長遠一點的角度去看 那你說喂 就是所謂的存款利息收入減少了 對於民眾來說 那他們可能又會縮的了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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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消費的時候就縮了 那所以其實呢 現在你看到這些操作 當然啦 就是罩眼直接了當 喂 減息喔 減存款息率喔 那都會幫助到 那些銀行改善息差的 因為他們都要維持著 就是1.8%以上的正息差 但是如果現在來說 就是不行了 現在做不維持不了 那要怎樣呢 那就要減了 那所以現在這一秒鐘呢 就是我會覺得就是 客觀的事實就是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降準的預期呢 在這個星期 就是我一直都說應該要 但是我沒有說過 這個星期五六天的 這次我真的說這個星期五六天 那所以我建基於的看法就是 目前這一刻你不做都不行了 因為經濟的表現實在是太差了 那還有地方債的問題 又未完全解決了 中美的博弈又繼續 當然啦 看看布林肯是不是訪華 但是你知道 就是說就說訪華 但是大家都明白的 一邊又說訪華 那邊的政策就有實體政單 九十幾萬樣東西 就是那些綿磊針啊 那些叫做小奇奇放毒蛇 哈哈哈哈 對不起 我不是想這麼輕挑的 但是就是 就是兩國的關係 就是怎樣呢 那我就唯有輕鬆一點去說 描述吧 對不對 又不想說到好像很緊張 那所以就是 現在這一秒鐘 我會想說就是 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那又要補五呢 那又真的沒有什麼看頭呢 那些經濟數據 那CPI又 就是似有若無 PPI就繼續通縮這樣 都很順盡的 所以到現在 為什麼商務部都說 喂 要想想辦法了 要促進這個汽車消費活動啊 那都是要幫忙的了 變相又是一些 類似 一年前那些家電 你的汽車下鄉那些 那些朋友又要做了 現在這樣 所以我想就是 現在在這一刻 都頗被動了 因為人民幣的弱勢 這個跟中國的問題 不只是說 經濟增長 可能數據比預期弱 也都因為 個個都在加息 變成美元和歐元 甚至乎加幣都反彈 你想想 澳洲也突如其來加息 那你說多難搞呢 變成貨幣政策那裡 就是少了很多彈性 嗯 其實剛剛也提到很多 就是汽車那邊 中央有局的汽車消費 那車股現在這個時刻 還能想不想過呢 我們幾隻 比大家喜歡一點的 就是比亞迪 第二隻就是吉利 那這兩隻 其實應該怎樣選擇呢 或者兩隻的走勢 你又怎樣看呢 那這樣吉利 是禮拜初的時間 是我升到的推介來的 那你說升得多不多 那就真的是少少的 就是有特性 穩穩定定 也算是不用跌 有少少回報 那當然 就是那句 既然每個星期都要找些專欄 找些東西寫下的時間 那我已經開始寫到一些海外的一些車 是的 有時候都不行了 只是看香港那些都 但是挺明顯的 如果你說看 其實我今天升到 就是有一篇專欄就是講車 說真的 那個大精神的意義 就是我今天寫過 《中心思想》 在《星道日報》的專欄那裏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其實呢 在過去 汽車的工業 就是由歐美市場壟斷 到後來80年代 日本 90年代韓國 到現在 為什麼中國可以崛起得這麼快呢 除了擁有最龐大的市場之餘 你也有產品才行 對不對 你試試買手袋啊 你看看內地人有錢那些 買法國品牌 你買中國品牌 但是車不是啊 車真的中國的品牌 越做越好 我想最關鍵就是有兩樣東西 一就是政策的支持和補貼 二就是 所有的新進的車廠 反正我都是新的了 我就壓住在全新的技術 我就做電 我就完全不做 所謂的耐延引擎的車 這個壓住是正確的 但是 到我們分析股票的時間 就是另一件事 因為 由他還沒有車到賣車 到賣到車 到賣到車 開始賣越來越多車 那時候 股價一定會升 市值 也會變成一個很龐大的企業 所以到現在 是現在要賣得到 而賣得好 才會保持住 所以為什麼會為少 你只剩下一個理想 因為只剩下一個理想 是賣車賣得比較理想 其他兩家是真的不行的 是賣得弱的 我不是說蔚來的車不漂亮 其實蔚來的車也挺漂亮的 其實真的除了別人的意大利品牌 因為他是意大利品牌 我覺得看上去 外形也不輸蝕 也一樣敢見到這套門 一樣是很跑格 很貼在地上的那一隻 但是沒有辦法 你賣不到 或者賣得不太好 你就支撐不到這麼高的估值 所以在香港 如果你真的要選三隻 那我都是給阿迪理想和吉利 暫時都沒辦法 那不是說其他 我不是說廣氣不好 廣氣也能賣得到 賣電動車也 但是你說 蔚來966就真的賣得慢一點 那外形的股價便比較疲弱 所以其實選車股 是很簡單的 跟看人一樣的 有些比較厲害 有些比較差 你不要覺得所有人都一樣 所有車股都不一樣 有些真的賣得好一點的 那當然我今天升到日報 在結尾那裏都有說 就是說 我過去曾經都推介 或者我在東周投資會都說 我個人都持有的 譬如說法拉里 保時捷那些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如果都是賣電動車 為什麼這個可以賣貴這麼多 其實說真的 一句說完 生產的成本 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東西 為什麼可以賣到一個很高的日價 就是因為它的品牌的價值 所以比亞迪是以量取勝的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說賣品牌 為什麼我看得這麼好 保馬 Mercedes 那些 就是因為他們在電動車的世界 他們追趕得很快 還有他們有技術 但是還有他們有品牌 他們有一些很穩定的粉絲 不會輕易轉駕其他品牌的車 所以 只是這幾樣東西 就會令到我看得好一點 所以車股我總是選擇 在歐洲上市那幾間 和美國上市那幾間 雖然那間不是賣電動車的 說到現在的Ferrari 現在才開始 搞整個車 運能 都沒有全電動車 但是保馬走得很前 保馬不僅有很多電動車 還要連他最旗艦收購回來的 Rolls Royce Spectre 都是全電的超豪華 這是極級豪華 勞斯內施已經是極致豪華 勞斯內施已經是 所以 選股份 其實有時候和你選產品都差不多 但是 最重要的是 那些產品是否賣 我看看吉利 他的圖 由三月中橫行到現在 差不多三個月時間 這些位置 今天去到9.54這些位置 其實距離三月底的低位 又不是很多 現在還追不追得過呢 我覺得也有些空間 所以為什麼我上個星期沒有選擇 這個股份 也成為了我過去一個星期的推介 他的股價也是很緩步的慢慢升 剛才阿輝也說到 其實他嚴格來說 過去這三個月 你說他是橫行也可以 你說他對稱三角形也可以 你說他無甚了了也可以 你說他不知所謂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實際上都是 大落後 但是我們就是 在現在這一秒鐘去分析的話 很客觀的技術上的走勢就是 第一 他站在一條天線之上 第二 幾個技術指標 由MACDRSI STC 全部都是有一個 維持良好的訊號 所以怎麼看也好 就算不是體高一線也好 我就會覺得 現在這個橫行的整固 當然 去到保利加通道的頂 也阻力會比較大些 現在看著就是9.76而已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突破到這些位置 他的形態就會變 因為 他現在一直是一直 收窄 一直收窄 一個對稱三角形 他是有條件做好一點 譬如說 我當作突破了這個對稱三角形 可以走回一個上升軌 當然不是一個大型的突破 但也會有機會慢慢好一點 所以我自己也會覺得 這個股份再怎樣跌的空間 也不算很大 因為看得到 無論是他自己的品牌 極黑或者他的電車 都是賣得到 如果以銷售的數字來說 隔壁也不算太失禮 大家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隔壁 看看接下來中央會不會多些政策 去扶持這個車期 另外我想香港的股市要上升 幾隻科技股一定不少 大家都知道 阿里、騰訊等 這幾天我們看到阿里、騰訊 低位也有少少反彈 譬如阿里 譬如今天是83.9 還能不能再買 還是你會選騰訊呢? 是 就這樣說新經濟股 其實我自己最有信心 都是阿里和騰訊 我想大家都會記得 最少我上星期都會說同樣的對白 當然啦 他是真的向下穿個位 而再試一次低位 才會有止跌回穩的趨勢 還有每一次 當他破位跌的時間 成交都很大 但是客觀的事實就是 真的去到75.8的阿里巴巴 他真的做了一個很完美的 到一個隨頭的技術 一個見頂的形態之後 也都上得回來 客觀的就是不要把握頸 我就這樣看現在這一秒鐘的走勢 他真的算是維持著良好的嘛 也在20天線上高 那不要多看 現在這一秒鐘看上去 其實全部都是阻力 因為他有50天線 100天線 250天線 和保利家通路的廳全部打橫著他 現在看到很尷尬 會覺得怎樣 吸一吸都是阻力 每一下都是很困難才可以突破 所以我會覺得 所以我會覺得 就當是炒個波幅 我就當是20天線 你就少少住了 上次的低位錯過了 那就是20天線 然後就接駁他上去 保利家通路頂之前 250天線 上次的高位 比如說去到大概 89.2到90塊的位置 因為90塊就是現在的250天線 剛才就說89.2 就是上次的高位 可能去到這裏 都會有少許阻力 所以變成 彈了上來一點點之後 你可能還是要整股一下 不過再長遠一點 我始終對他和騰訊的信心都大一點 因為見機於是第一 他們估值都很低殘 如果說P multiple 已經夠便宜了 怎麼說都好 第二就是政策 不會再打壓他們 要靠他們去幫忙 去請多些年輕人 你只會看到幫他們的政策 即是騰訊有板豪 阿里一定會繼續支持他 接著可能會在未來的分拆 一些重組的計劃 可能會走得快一點點 所以就算現在這些位置買 我覺得風險也不會很大 如果你說現在這些位置買 就當18000的恆指 和上次低位的阿里 其實不夠10%的風險 但如果你說拿長一點點 這個回報的空間是會大 現在目前面對的風險 現在也是直播的 你看一下美國科技股的PE 以及中國科技股的PE 簡直就是天亂前面 沒有得比較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有比較就有傷害 除了這些之外 那些中特股你有怎麼看呢? 譬如941 那些電訊股 今天941都升了 不錯的 有2.6%左右 有65.15% 這些位置 即是中特股炒完了嗎? 還是你覺得還可以突破上去呢? 今天中移動是真的起出望外的 因為他今天的動力真的很夠 甚至乎上回保利加通道的頂 真的說中特股 其實大家都可以明白到 這個概念本身是源自於什麼 就是源自於大家覺得 哇!便宜到暈了 那些股值低殘到不堪 是有這樣的概念 然後當然 內地有很多的官方媒體 有很多的看法 有些人說要支持 有些人說不是的 都要看它造成怎樣 但畢竟我都會覺得 如果過去我們兩種特股的概念 其實很多都是便宜的 譬如說我當些內銀 那些內銀現在減存款息率 慢慢的息差改善 也不會是一件壞事 如果說到中二道 客觀的事實就是 他們的盈利基礎穩定 派息高之餘 也真的在短期內 看不到有什麼風險 10倍不到的市盈率 就是一些公用股級別的股值 還有派息真的很高 所以當大家擔心市場的風險 又不知道買什麼 又怕什麼? 又怕很多東西 又怕中美博弈 又怕制裁等等 如果是這樣 整個市場都是內地的 這些始終感覺上 都是安全和穩陣一些 還有不怕你制裁 我又去到市了 又不稀罕你那邊 你說現在你跟阿里亞 跟京東那些港都握緊 那邊還要上市 所以我會覺得很多主力在目前市場 也好 或者是掛牌的市場也好 都是在內地的話 的股份相對地就會安全 而且始終現在這一刻 尤其是上海中移動的A股 每個日價都真的大了 我覺得追回一點點落後 都應該 因為今天中移動 A股也升了6% 大家知道是不跟的 是兩隻不同的股票 但是畢竟也有一個慢有引力 雖然實際上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兩個完全獨立的市場 不是ATR的 只是ATR可以互換的 這些是不行的 但是畢竟我都會覺得 都算是空間會多些 不過今天它都升到保利加通的頂 所以就回到保利加通的頂 然後再看上次暫時 68元的阻力 都是那句又不用見高追高的 現在這些市場總是會有機會的 不過接下來 因為我放了兩個星期假 我也講一下未來兩個星期預算 我覺得金鑽恒指 慢慢緩步地 簡單一句 穩步上揚的機會都存在的 甚至你說 可以試到現在的50天線 750點 250點 196點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但是很可能接近現在 大概100天線左右左右 20261 也是保利加通道的頂 你就當203 我就覺得我去完旅行 都是破不了的 都是這些位置下低的 但是起碼整個市場的氣氛 隨著中美博弈也會繼續的 然後債務上限就完了 6月又不加息了 7月就看美國 那麼人民幣持續 都是相對地 一個下行的趨勢 也是改變不了的 但是唯一的憧憬 就是人民幣弱了 會不會也幫助一下 少許出口呢 令到今年經濟增長的目標 可以 百分之五是很難的 大家都知道 是很難的 不是輕易的 但是可不可以走近一點呢 既然現在都開始有些不同的措施都出來了 譬如中小銀行 就要彈性處理存款的利率 然後有個別的一些行業 可能就會有更多的支援 甚至乎通過CDR的形式 在上市融資等等 成聯會又說 基數又高 但是看來汽車銷售仍然還可以 可能有些事情又要幫助他們 所以我也寄望著 是時候推出更多一些政策性的 不論是財政政策 不論是貨幣政策 或者是其他不同行業的措施 去幫助首先可以令到 今年的經濟百分之五的增長目標 可以達到 因為我認為相當困難 全世界的投資者 尤其是投資港股和A股 都在等中央何時出手 去推動經濟 如果不是全年百分之五的增長 都真的有點難度 都真的有點難度 好了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很感謝Dicky 和分析大師的走勢 以及解答觀眾的問題 我們Dicky未來兩個星期 就會放假 兩個星期之後 再和Dicky一起聊天 Dicky 好的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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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